继本周的总统辩论会民调结果褒贬不一之后 川普再度出击 在洛杉矶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针对贺锦丽发动新的选战攻势 随后川普计划前往北加州参加募款活动 并将在摇摆州内华达的重要城市之一拉斯维加斯举行集会 一些选务专家认为 双方的选战攻势将会在未来几周内持续升温 且对选情产生影响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